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研究所1月19号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 美国政府的前官员和两名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驻美记者发表了不一样的观点 曾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瑞孝检认为 美中关系的框架和台湾问题直接挂钩 台湾问题是美中萨克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主轴 如果美中任何一方采取直接威胁对方根本利益的政策 就会造成引发美中冲突的可能 而美中两国不具备应对这种冲突的政策框架 我们美国有一个说法 如果东西没坏就不要修它 我的观点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破裂 那些试图改变这一政策的行动主义欠缺考量 可能比现状还更糟糕 瑞孝检认为 美国对华政策的框架历经几十年来 海峡两岸情势的各种演变 而仍然保持牢固 不过 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官员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 约瑟夫·伯斯科说 北京不会允许两岸现状无限期的拖延下去 美国应该尽快抛弃 战略模糊的政策 明确表明保卫台湾的立场 他说 台湾关系法应该加强 美国总统应该明确表示 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 否则 北京的强硬派就会继续以胁迫方式对待台湾 无论谁当美国总统 这都将是一种致命的错误 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的首席记者王冠 也参加了这次的讨论会 他认为 美国应该更务实地在反恐和促进全球经济等问题上 加强和中国的合作 减少对亚洲地区的军事干预 就美国的亚洲政策来说 我认为美国应该在对抗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挑战方面 更密切地合作 比如说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找到更实在的美国国家利益 而不是那些离美国很遥远的外围次要利益 北京认为 海峡两岸的关系可以由两岸人民来解决 所以 美国应该多采取实用的现实主义 少用给其他地区的未来出谋划策那种自由派的方法 如果你问我 美国的大战略应该如何改变 我的想法也是如此 被认为是亲绿营的台湾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在会上说 中国和台湾对美国的对台政策都不是完全满意 但是这政策在经过了某些调整后 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台海和平 美国短期不会改变它的政策框架 但当你追溯以往 其实美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一些小的调整和演变 比方说 台湾驻美代表处以前必须在酒店里庆祝双十国庆 现在他们已经被允许在双向元庆祝了 所以在执行层面 美方做出了一些调整 我认为对美国来说 这个政策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 因为台湾海峡没有发生军事冲突 这是迄今为止一个很大的成就 博斯科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蔡英文的竞选表现和盛选演说 给美国政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她认为 蔡英文能以谨慎和平的方式领导台湾 应该得到美国的善待 中国的强硬派应该轻松一点 因为蔡英文展现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理性认识 我希望美国领导人应该向台湾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 与蔡英文合作 并且最终邀请蔡英文访问美国 这合情合理 美国之音叶林长小 华盛顿报道